男军官摸上女连长床垃圾 便要学姐叫我起床 国军保驾未果 神气威武 但里头居然藏着小技沟 事发就在台南陆军营区 一名兵器连陈姓副连长 因为爱慕同连李姓女连长 去年11月13日凌晨 趁着对方熟睡时潜入连长寝室 抚摸女连长的脸就算了 还强压在人家身上强吻 女连长被下行后 用手推开陈姓副连长 没想到他不理会 还继续强吻对方 事后他便称是到寝室 要求女连长叫他起床 没有做出猥胁行为 但陈姓副连长没通过测谎机 特别是问到 你有没有将舌头 伸入女连长的嘴巴时 测谎机立刻 法官认为他这行为 已造成女连长创伤压力振扣群 影响军旅生涯 因此依猥胁罪判三年半 军方表示 女连长治疗后心情稳定 而这四郎副连长则退伍 非军人身份 地方中心台南报道 周末